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科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五,今天这期继续跟大家聊聊巴以的冲突啊,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王毅即将在联合国主持关于巴以问题的高级别的会议啊,今天也得跟大家聊聊无论是哈马斯还是美国那边最新的一些消息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美国人你应该感觉到害怕了 哈马斯现在表现出来的政治外交上的智慧啊,美国加以色列乘以十,估计都跟不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聊哈马斯的消息啊,哈马斯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也就是关于啊,释放第三批人质的一个后续的一些消息啊,哈马斯发表了声明啊,说啊,我们应该要延长停火的一个协议啊 这还是美国的官方媒体美联社报道的啊,哈马斯发布声明,寻求延长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啊,以确保以色列方面啊,释放更多的巴勒斯坦被扣押的人员 为什么跟大家讲,哈马斯现在表现出来的政治外交上的智慧远高于以色列和美国呢 以色列当然他也不是笨蛋啊,咱们先看一看以色列的回应啊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啊,这个哈马斯没释放实名人质,以方就愿意把停火延长一天 但是啊,内塔尼亚胡威胁说啊,以色列军队将在停火协议到期后恢复进攻 为什么跟大家讲,以色列政治智慧不如哈马斯啊,这是被哈马斯牵着笔子走 那哈马斯为何要声明啊,这个咱们要延长一点啊,这个停火的这个协议呢 因为这是世界的观感呢,世界希望看到和平 哈马斯现在展示了这种态度,想要和平 哈马斯是被打的,然后不能行了,打的已经快完蛋了 这个时候出来喊,咱们停火要延长,咱们要和平吗 当然不是,我相信各位也看到了战场上那个表现 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遭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待遇呢 怎么啊,这个仗没打几天 这个没卡瓦,再加上一些装甲车卡车,损失了一百多辆了呢 所以说以色列在战场上的表现,我相信各位有目共睹 战场上的表现,哈马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原因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呀 你面对游击队,你跟哈马斯打游击战 而且哈马斯还有地利上的优势啊 因为加沙城下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道啊 以色列去打地道战,那就是有点开玩笑 地面上的这个建筑,你都不见得一个一个那么的好去推呀 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聊过吗 然后的话,你只要打城战,打巷战的话 你必然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一间房一间房往下去推进啊 以色列的士兵啊,丧命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加强啊 而且加沙城内不仅有一间一间房屋啊 他还有大量的地道啊 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去打游击队,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 大家都看到,打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结果 那更何况以色列军队呢 美国打了多少年 以色列想要短时间之内解决的哈马斯成功了吗 这就是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可是战场上表现对于哈马斯有利 哈马斯还向全世界展示 我想要和平 那以色列怎么办呢 以色列顺着哈马斯走啊 我们停火协议啊,延长 是不是个好事,当然是个好事啊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对于内坦尼亚湖来说的不是个好事啊 内坦尼亚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展示自己好强 好硬,好棒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极端右翼的啊 这样的一个政客上的台 那你说让一个表现自己好强硬的一个政客 这个时候忽然间要展现和平了 以色列的国民愿意吗 大家看到的以色列国民的形象在互联网之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那就是杀你巴勒斯坦人活该 你你们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去死 都在巴勒斯坦的儿童啊 因为战火丧命 那是活该 以色列的国民有很多是这种情绪的 那你要是这种情绪的话 如果说代表以色列国民的这些政客不足够强硬的话 那内坦尼亚湖的这个位子还会稳吗 所以说内坦尼亚湖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民粹情绪所牵引 哈马斯说啊 咱们停火协议要延长 然后咱们要迎来和平 那以色列就得说 对不对 你做你的春秋大梦 我得干死你 为了什么呢 你软弱软弱下台呀 这就是以色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哈马斯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战场上有毅力 有耐力 跟以色列互相的耗 耗掉以色列一百多辆坦克装甲车 就有这种实力 为什么 因为毕竟还有地力上的一个优势啊 毕竟还是让以色列进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战斗他能够有胜果 但是的话 政治外交方面还表现出来了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面呢 那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面呢 我都不知道这哈马斯到底是得来了哪些高人的真传 他每一步表现的都非常的一个得体啊 战场上啊 有优势 然后的话 这个政治外交方面表现 对不对 我爱和平 那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只会更多 他不会更少啊 那以色列怎么办 以色列现在只能硬顶啊 那你要顶的话 那继续的拿着大量的以色列的士兵的命 往前去推 你推还推不出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打游击战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 正面战场 对不对 正面战场打仗 你损失了正阵地 那这个阵地就完了 可是游击战呢 你损失了阵地啊 过两天他又来了 为什么呢 看你歇着呢 看你啊 正在正在休养生息 人家自然而然要偷袭你一下啊 然后再把这个阵地拿下来 然后没准你再来的时候 人家又走了 为什么呢 觉得这个阵地不足够好 我没必要在这守 这就是游击战呢 所以说 现在啊 以色列啊 在无论是在政治外交方面 在战场方面 都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啊 那最开始跟大家聊了 那接下来王毅要在联合国主持 非常重要的啊 关于这个巴以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了 这代表着什么 政治外交方面 整个国际局势方面 也要继续的向以色列和美国进行施压呀 这就是现在以色列和美国 在这一场战争里面面临的一个困局 那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就可以发现了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提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就应该感觉到害怕了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巴以的这一次的冲突啊 中美博弈在国际 政治外交场合上的一个 算是博弈点吧 然后的话 尤其是啊 关于巴以问题 中美双方博弈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自己所主张的 自己所主持的 解决巴以问题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 美国的方案 是有点偏向于以色列的这个方案 那中国的方案 那就是完全的啊 两国方案 然后巴勒斯坦人民建国 1967年的边界为界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东巴勒 东耶路撒冷 要交还给巴勒斯坦人民 这就是中国的方案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到底按照谁的方案 能够成功呢 那美国现在享受着压力吗 那以色列现在享受着压力吗 整个国际的政治外交的场合里面 一百多个国家 联合国大会上的表决 是支持着 对不对 然后比较偏向于中国 偏向于巴勒斯坦 偏向于啊 这个加沙地带老百姓的 这样的一种表态啊 那美国的方案呢 一直以来没有成功啊 而且以中国为首支持两国方案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这个任营 现在越来越坚定啊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嘛 然后呢 这个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合作 然后沙特啊 来中国访问 沙特代表的啊 阿拉伯 伊斯兰 世界的这个组织啊 外交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马上就来了一个500亿人民币的本币结算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协议就签署了 那美国马上就看到了嘛 然后如果再跟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世界整体的要对着干的话 那可能会出大问题 美元石油 石油美元这个东西可能就要消失了 那美国人可能即将就要迎来人民币石油啊 那美国的霸权 他怎么办呢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 现在中国与啊 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合作 导致美国人没办法把巴仪冲突 这个事情给搞坏掉 按照美国的方式去走 然后的话 那中国与啊 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合作 包含世界的亚非拉 大多数的国家的一个合作 现在保证了美国和以色列不敢乱说乱动 但是美国人想不想要一个良好的退场 他当然想 但是美国现在无能为力啊 美国想要拉住以色列 他也拉不住啊 而且美国内部还是有一方的一个势力 想要让以色列一直要撑住啊 可是问题是他撑不住啊 就在这耗着呀 对于美国人而言确实难 确实难 你让美国人现在从巴仪冲突里面退场 然后的话抛弃以色列 这个脸面他还要不要啊 这个这个拜登还要不要选举啊 抛弃盟友啊 对不对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让拜登都会承受这个压力啊 所以说怎么办呢 只好赖在这 那美国人赖在这 这个事就不就没事了吗 那怎么办呢 那咱们就要主动的让坏人做出好事情 那如何让坏人做出好事情呢 那就是要继续的给他施压 让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出路 以色列没办法表现自己是好的 因为你以色列已经表现出来 这个比纳粹还纳粹也没人逼你啊 而且呢 你美国也没有办法那么明目胀胆的 对于阿拉伯世界 对于伊朗 对于周边的这些国家进行施压 因为什么呢 你敢施压 你敢深入的涉入到这场冲突里面 阿拉伯世界给你翻脸 阿拉伯世界跑向中国 人民币石油这个东西马上就要到来 那你美国人怎么办呢 在说美国人耗在这想要留一个体面 可是这个体面 你耗在这是没有用的 只有逼着你美国往前去走 逼着你美国人往前去动 然后的话 你美国人才会做出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个事情啊 也就是解决巴以这个冲突啊 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办法 中国现在又在施压了 中国现在这个方案又在往前去推 就连王毅都要到联合国来主持重要的会议 而不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张军耿爽 代表着中国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也代表着这个问题 正在往有利于中国伊斯兰世界 有利于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方向 正在往前去走啊 为什么 因为欧洲人也没办法跟着你美国走啊 之前跟大家聊了 欧盟的外交的代表 伯雷利在联合国发言 两国方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巴勒斯坦人民要建国 这话都喊出来了 你说欧洲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 包含最近也跟大家聊了 无论是比利时还是西班牙的总理 首相啊都都出来发言了 然后的话这个以色列 你侵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啊 这话都讲出来了 这话背后的意思就是巴勒斯坦要建国呀 你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侵略的行为 你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呀 以前欧洲人什么态度 扭扭又捏捏呀 以前欧人一说就是啊 这个以色列你不要违反国际法 然后的话这个哈马斯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结果走到今天 这也算是啊老欧洲的代表啊 对不对 西班牙呀 人家的这个首相上来就说呀 对不对 你以色列侵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啊 这个话说的欧洲人的态度还看不到吗 欧洲人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亚非拉的态度 再加上伊斯兰世界的态度 再加上中国的态度 你美国怎么办 你要跟我们顶吗 你以为你赖在这儿 你在这儿勾喊着人道主义 你在这儿啊 什么主张的什么 这个这个啊 这个以色列啊 释放人质 然后的话这个巴勒斯坦啊 哈马斯释放人质 这个事情 你就以为你是个好人了吗 那中国要继续的是呀 这就是中美博弈呀 中国的方案要实现呢 中国在巴勒冲突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在巴勒斯坦人民要建国 两个方案要落实啊 中国就是按照自己说的 一直这么往下去推进 那美国怎么办呢 美国是真没辙啊 美国现在只有在这耍着赖 我不走 我不吭声 但是没办法 你越耍赖 你越弱势 你越弱势 那我们就越往上上了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未来呀 巴以冲突中美的博弈 其实一个复合型的一个博弈啊 其实有些同学最近啊 在看我聊 比如说像欧盟欧洲人上的一些新闻 在巴以冲突上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有同学出来说啊 那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也很重要 但是大家记住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跟中国有直接关系 如果没有中国在背后做支撑的话 阿拉伯世界也不可能团结啊 看清楚啊 中美在巴以问题上的一个博弈啊 大家也就看清楚中美博弈的一个未来呀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是在一个点上 我好硬我好强我好棒 或者我软弱我妥协 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问题啊 其实也跟啊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那个发言 说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吧 现在基本上后冷战时代 他结束了 冷战时代结束 后冷战时代结束了 让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对不对 多边主义的一个时代 他到来了呀 世界的合作将要加强 美国一超独强的时代 他没有了 这个啊 这个算是啊 多极化的这个世界到来 那谁能够团结更多数的这些国家和势力呢 现在这个答案从巴以这个冲突 各位都可以获得这个答案呢 而且 其实最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啊 比如说之前跟大家聊过 卡住美国没办法在这一次的啊 这个西亚或者中东地区的这场乱局里边 入手有很多的一种角度啊 包含也会抑制啊 以色列与美国对于阿拉伯或者说对于伊朗或者对于伊拉克对于啊 叙利亚这些国家施压的一个能力啊 在哪里啊 比如说像伊朗这个国家非常的一个有意思啊 今天看到了一个伊朗的一个算是军事类的一个新闻呢 伊朗公布了最新的一个驱逐舰的这个照片啊 这个驱逐舰啊 看起来也没有也没有多新鲜的一个一个样子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伊朗这个国家被制裁了很多年 然后可是呢 今天又推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驱逐舰的一个型号啊 这个叫迪尔曼号的驱逐舰啊 这个驱逐舰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啊最特别的地方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关于聊这个美国的阿利伯克级跟中国的这个055052D的一个对比啊 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对比 从阿利伯克级跟055052的对比啊 从直观上这个对比 阿利伯克级的那个雷达就是亮衣杆的雷达 让052 052D啊 0505啊 这个所使用的雷达 我相信大家一看 大叫一个干净利落 没有什么这个天线的亮衣杆啊 这种东西没不存在 为什么呢 先进你美国阿利伯克级的雷达 这个半代到一代呀 可是呢 伊朗刚才跟大家讲了 现在被制裁了那么多年 结果呢 推了一个新的驱逐舰 可能没有吹发的系统啊 但是让我看到了 这个雷达四面镇呢 总而言之啊 这个伊朗哪来的技术啊 对不对 伊朗哪来的技术啊 包含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聊了 伊朗那边啊 这个推出了两款的啊 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的一个型号啊 一个是法达赫二型 一个是啊 袈裟型 这个样貌怎么越看越像东风时期啊 但是啊 这个东西啊 导弹嘛 样子就那么几种 有点像 那也是啊 正常 正常 但是啊 真的是好奇怪 伊朗最近不管是在导弹 这一个体系上面还是在驱逐舰的雷达的这一体系上面都有了进展 就这个进展对于以色列对于美国而言基本上又卡住了 这两块其实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都是弱势的区块啊 一是高超音速的导弹 美国在地中海可有航母的编队啊 那伊朗这是敞开了跟美国的啊 给美国的那个导弹的这个 美国的航母的编队 可劲的发啊 那种法塔赫二型跟那个加沙型啊 这种导弹 可劲的发 没准打上一发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没有能力拦截超高音速导弹呢 美国是没有能能力拦截末端10马赫15 15马赫速度的导弹呢 标准6没这个能力啊 所以说美国的航空母舰怎么办呢 美国敢动手惹急了伊朗 伊朗真干的时候 美国真倒霉 真吃亏 对不对 伊朗没办法完全的按于美国的军事的实力 来对比 但是人家真的是要跟你拨命的时候 你美国还真 真没办法全身而退啊 想当年美国在中东打战争 对不对 然后不管是打伊拉克还是打谁 然后人家零伤亡 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原来F16是如何在西亚地区干米格29的 零伤亡的干的 美国原来啊 好厉害 好强强 好棒棒 好硬硬的 这种啊 形象的出现 跟那个时候 美国在中东地区 打的中东战争是有直接的相关的 可是你让美国人现在去零伤亡 不可能咯 这就是美国国家实力 我们还要去调的一个原因呢 那伊朗这个国家实力往上去涨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 刚才跟大家讲了复合型的 他也不仅仅是完全政治外交的 军事上的博弈 他也有 包含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死神无人机 MQ9怎么就在这个中国的啊 基布提啊 这个物流港的旁边给掉了下来了呢 那是美军使用的MQ9啊 对不对 然后怎么就啊 莫名其妙从天上掉下来了呢 谁打的 怎么打的 不知道 只有野门的胡塞武装出来 举手说我干的 但是怎么干的 不知道导弹打的 还是无人机干无人机 还是战斗机干无人机 不清楚 所以说美国现在吃憋呀 真的是吃憋呀 倒了大 没了呀 军事方面卡住了美国 没办法在西亚地区搞事情 让美国人没办法喊出来 要解决惩罚哈马斯 或者说惩罚伊朗这种话 只能喊人道主义 你喊人道主义就对了 那你只要做出来 跟人道主义没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你美国就得撑压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停火 这比如说美国人在那封火 戏诸侯啊 前面说啊 这个协议马上就要来了 拜登说的 然后说啊 隔了这个APAC 隔了这个APAC会议之后 拜登啊 美国白宫又出来说 没有这个协议 那这个时候啊 阿拉伯世界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你美国打我们的脸 我们就来找中国呀 那整个的一个态势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不利呀 其实这个世界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往后去看 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 他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了 美国能够拉住的自己所谓的这些盟友将会越来越少 美国的盟友还有谁呀 以色列完全听美国的吗 对不对 英国完全听美国的吗 日本韩国哪个完全听美国的 日本韩国现在怎么跟中国在那开三国的外长的会议 还要在那说合作 合作 你不是美国人养的狗吗 对不对 台湾这个岛完全听美国的吗 美国所谓的盟友还有谁 这就是美国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未来呀 其实中美博弈 此消的比长 中美博弈 中国往上去走 这个态势还有任何的办法来改变吗 其实还是那句话 就这个趋势啊 跟大家聊八以八以冲突吧 就这个趋势我看到了 各位看到了 大家以为世界其他的国家看不到吗 其实大家看啊 美国国内另外一个新闻也就能够看得明白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 啊 这个美国的啊 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啊 这个约有20名白宫的工作人员就发一个冲突问题 约见拜登的高级顾问啊 这凸显了啊 这个白宫正在分裂 大家可能会猜测啊 美国是不是背后藏着什么阴招啊 那美国内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怎么显得那么的不团结 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然后美国或者说拜登吧 他为什么一定想要支持以色列 很多同学说了 那是犹太人 咱不聊那种那种都市传说 之前跟大家聊过 光明慧这些事情应该到底如何来看 让咱们今天不聊这些都市传说 其实最重要的那个原因 是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西亚地区的抓手 失去了以色列 美国就没有这个抓手能够影响西亚地区这些国家了 那美国对于西亚地区所产出的这些石油的影响力将会降低 石油美元将会直接被影响 所以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而言 然后的话支持以色列 他也是个必然的态势 因为美国在西亚地区就剩这个盟友了 沙特也跟美国翻了脸 所以说美国人怎么办呢 美国的拜登怎么办 当然想要支持以色列 但是没办法支持以色列 美国在外交场合国际场合就得受到打压 世界其他国家就得对美国施压 对不对 无论是伊斯兰世界这些国家还是中国还是亚非拉这些国家 包含在联合国大家也看到了 包含在欧洲大家也看到了欧盟的外交的代表伯雷利的发言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都非常的不利 美国的外交人员现在就是一个承压的一个态势 你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怎么办呢 而且以色列还不争气 就非得在那表现比纳粹还纳粹 那你说你美国人现在的这些外交官他他有压力 那不是应该的吗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中国中美博弈在巴以这个问题上啊 在国际场合的这种团结的态势 以及美国的示威 然后的话导致美国的外交官呈压了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啊 可是呢美国的外交官呈压觉得不开心 不高兴啊 以色列展现的如此的差 然后呢我们没必要再支持以色列 但是对于美国而言 美国的利益又在西亚地区很重要 对不对 西亚地区的石油失去了以色列 那如何影响啊 那西亚地区大团结了 那美国原来在西亚地区一直以来玩采一捧一 如何进行下去啊 采一郎捧沙特啊 采逊尼采什叶派 捧逊尼派啊 采这个采这个波斯人啊 捧阿拉伯人 对不对 美国一直在采一捧一啊 采沙特又捧以色列 这都是美国一直玩的呀 那美国这下玩法甭玩了 西亚地区大团结 所以说呢 这就变成了什么的 这就变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现状 自己实力不济 还想要维持自己的利益 自己实力不济 还想玩点阴谋的诡计 维持在西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 那美国的这些外交官就成压吧 那美国的外交官一成压 就反向就是就把压力 哎 倒回白宫 这就是美国白宫 现在这个乱局啊 刚才跟大家讲 海外的这些啊 在世界上其他的这些政 政客们 看不到现在美国人 遭遇的这种压力吗 看到了 那下边就有啊 一些新鲜的一些新闻呢 蒙古 大家都知道蒙古这个国家 跟中国一直以来关系啊 没那么的近 而且蒙古国内的这种 奇形怪状的民族主义 特别的奇形怪状 但是蒙古最近宣布了一个消息啊 说计划建设七个啊 这个鹿港 扩大了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 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事情啊 就是说2019年到2023年 蒙古啊 新增了905公里的铁路啊 使得啊 这个蒙古国的铁路网 又多了多少公里啊 但是呢 蒙古国啊 未来还要再发展自己的铁路网 然后要考虑建设一条 东部铁路走王 干嘛使得呢 说啊 蒙古国将啊 这个俄罗斯与中国东部的海港连接起来 未来还要啊 规划六个道路项目啊 旨在进一步提高出口的能力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蒙古认为啊 蒙古有地利上的优势啊 这是连通了远东与欧洲最近的一条路 都得过我蒙古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蒙古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赚大钱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而且刚才跟大家讲了 蒙古要做的这个 东部铁路走廊 这个计划 要连通俄罗斯与中国的海港 东部的海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很清楚吗 加入 哎 中俄之间的贸易网啊 蒙古这个选择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蒙古为什么这样去选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中美博弈这个态势你还看不见吗 啊 还要站在美国那头 你不是自寻死路吗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世界的政客坏人很多 道德败坏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傻瓜笨蛋不多 但是啊 自寻死路的不多 大家都在找那条活路啊 他蒙古也是如此啊 不仅蒙古又这种新闻啊 今天还有 中国的这个商务部长 王文涛啊 这个这个与啊 这个要访问这个越南 访问越南 而且与胡志明市啊 的这个市长 还有越南的总理范明正啊 举行了一个双 举行了一个会议啊 要加强双边的贸易的关系 越南 蒙古 很多国家都知道蒙古啊 不喜欢中国 越南呢 也恨死中国了 但是越南为什么要走向中国呀 要跟中国加强贸易关系啊 之前美国在越南那使的力气 那不可啊 不能说那是个是个小力 对不对 那都是加大力气 拉拢越南 而且要提升啊 美国与越南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使了那么大的力气 那越南为什么还要与中国合作呢 为什么还要加上贸易关系呢 因为跟着你美国走没钱赚 对不对 之前跟他聊过 越南有大量的清稀土的这个资源 可是你美国没有提炼的工艺啊 跟你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找不出来有这种提炼的工艺啊 澳大利亚有 但是澳大利亚也没那么的没那么的多 就是这种知识产权 只有中国 这个越南想要靠着自己的清稀土来赚大钱 他又离不开中国 那你说越南怎么办呢 越南恨死中国了 但是越南他也得往中国这来走 为什么 无他求活儿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中美博弈 你美国越来越无能 跟着一个正处于上升态势的中国作对 那真的是还是那句话 要自询死路吗 道德败坏的政客一大堆 自询死路的政客你找不着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啊 无论是蒙古还是越南 他都是如此啊 美国人很重视越南 因为美国在中南半岛 在东南亚这片地区吧 都是少见的那种啊 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国家 说实话呀 无论是菲律宾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一个啊 那就是一个 土司 土司的联盟 更不要提什么老窝呀 缅甸呢 缅甸到现在为止军政府 缅甸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知道缅北打成一片 这缅甸这个国家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实质的统一 所以说越南这个国家 在整个东南亚来说 都是比较重要 所以说美国在乎他 可是美国在乎都没有用 跟着你走 对的 没肉吃 谁还跟你走啊 对不对 越南这个国家 大家可能会想啊 占中国便宜 又恨中国 哎 讨厌死这个国家 讨厌什么呀 这个国家没有 这个世界吧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道德观 没有什么道德好 道德坏 人间正道 它是沧桑了 你把坏人逼到 对不对 只能做好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能够体现你的价值 哪怕越南恨死中国了 不说别的 越南的电也是从中国来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越南如果跟中国翻脸 电没有 你的这个工业将如何发展 所以说呢 越南对于中国的依赖 必然是越来越加深的一种状态 然后中美博弈走到今天这种啊 这种态势 哪怕心里边恨死中国了 像蒙古 像越南这些国家 他也在加强着与中国的合作呀 所以说中美博弈的大方向 咱们从巴以冲突都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呢 如果未来再在一些其他的点上 中美再起博弈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去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因为在政治外交方面 美国现在在中国面前 别说是个弟弟了 那就是个孙子呀 对不对 政治外交方面 你美国现在连哈马斯都压不住 你赖谁呀 这个国家的实力 给这个国家的地位带来的变化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伊朗有能力啊 造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 为什么伊朗能够有那个啊 那个军舰啊 新出来的军舰 竟然那个雷达看起来比美国的阿里伯克机 还要好看呢 真的好神奇 好奇怪呀 总而言之吧 东美博弈的未来 这个态势已经定了 美国要顶着来的话 那就美国加速美国的衰落 对不对 美国要这个态度比较好的话 那对于美国而言 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美国抛弃伊斯利 对于美国来说最好 但是美国不抛弃 继续撑压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